各位观众好 我是马瑞宜牧师 今天我们是带着极悲哀的心情 来向各位介绍沈培志先生 沈培志先生生前 他非常的乐爱台湾 很不幸的 他在今年7月27号离开了我们 我们在他生前 那么生病的时候 我们都极为不舍他离开我们 那沈培志先生生前 对台美社区 以及对台湾加入联合国贡献甚大 所以现在向各位介绍 他生前的三位朋友 坐在我右边的是 台湾加入联合国促进会的会长 陈龙卢先生 马牧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会长您好 再下一位是梁正吉会长 他是美洲台湾联合肯卿会的会长 大家好 大家好 观众好 马牧师好 我认识审判 我认识审判 是在2001 那时候他很想在南加州成立一个推动台湾加州联合国的一个组织 来向这个同乡 台美人来介绍我们加入台湾加州联合国的一个重要性 他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 我们把这个旧新山合约这个事情向相亲介绍 因为他是这个FLAG他是非常爱台湾 他很重视这个台湾 一直没有办法加任何国 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是模模糊糊 连台湾政府本身都讲不清楚 他非常不满 所以我从Rugiana搬来洛杉矶 他就跟我解釋把这个事情 把他的理念 把他的这个希望讲给我听 希望我们一起来冲一个组织 那就是台湾加入联合国出境会 来成立这个组织 来推动这些理念 所以我们在一起 这个组织是在2001年第8月31号 在南加州成立 那么他就是要我担任这个负责人 那么他本身就是很客气 他担任执行长跟秘事长 他跟我讲 我说我来这里是来退休 但是我实在年纪也大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担任 但是他很客气 他说你不要担心 很多执行工作 他要全力以赴 全力来负责推动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负责 非常有信心 也有能力 也有热心的一个台美人 在我们在一起 这个七年之间 他就是根据他一开始的这种承诺 他把整个废物 他做得有条不灵 很多这个计划很多推动 尤其是这个一些示威游行行动 开记者会 要登报纸 开这个什么讨论会 都是他一声包办 他从来没有推迟 而且他很多事情 瞬间没有到 他就来跟我讲 他一直在计划要推动什么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 除了推动台湾家的联合国 这个运动以外 他也很热心 每年到了这个9月8号 快到了 他就要开记者会写文章 我非常想要向台湾 台美人 介绍这个 旧金山合约 这个事情 跟旧金山合约的内容 跟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种关系 要做介绍 我非常欣赏 他的这种理念 他的这种行动力 尤其是他的这种 commitment 令我几倍 但是很不幸 今天他这个 非常年轻地 就来离开我们 我今天这个 非常 可以说这个 心情很沉重 不但是其他一个好朋友 而且可惜的 我们台湾也是其他一位 非常优秀的 要替台湾发声 推动在国外做事情的一个 连财 一个 一个 运动家 非常可惜 我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 借这个机会 等一下 我希望稍微能够再补充一点 有关这个沈培志 这个Frank 他在这个七八年里面 做了一些比较突出 就对我们留念 就对我们欣赏的一些重要的活动 是我们真的是痛失英才 我们要继续地要来继承沈培志先生的爱台湾 支持台湾陆联合国的精神 梁会长 请您介绍沈培志先生生前跟您所认识的以及帮客家会的事情 我认识沈培志先生十几年 自从他从北加州搬到南加州 没有多久我就认得他 因为我们就共同参加所有为台湾人的活动 包括游行 示威 保护台湾的 或者是要侵占台湾利益的 我们都反对 比如说反分裂法的示威游行 千岛全岛杀害台湾29人的示威游行 1996年 中国非但攻打台湾 我们也是去示威游行 还有很多客家的活动 他也参与 我们客家缺少文宣的时候 也请他帮忙 他马上也打眼 他也不敏不羞的 晚上都会帮我们赶出来 所以这让我很深地感谢 他这个真诚的心 只要是为台湾好的 他都会努力地去做 很不幸他就是身体不好 就是身体不好 他也很努力地去做一切 所以这让我们很怀念他 让我们就是在舍不得 他在重病的时候也要抢救他 虽然没有抢救情 但是我们尽力 他的意愿 他的心愿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期待我们台湾乡亲 来继续努力支持 那好的 为台湾的意愿 是这样 又是另外一个 连同我的事情 他也非常用心地去做 让大家一起来支持他 谢谢 我加一点就是 这是我跟梁会长 跟沈培志先生 在他治病的时候 沈培志先生 他病得很重 在过去 特别是十个月的时候 他曾经入急诊室几次 比方说Gretel Monty的同一医院两次 Hunting的医院就是两次 最后又进到CD3了 在这段期间 梁会长也亲自地陪他 到这急诊室 我跟他都看到 沈培志先生 我在医疗上面 我在跟他谈的时候 他还是挂念了台湾 他把挂念台湾 他摆在第一 他自己的身体 他倒是摆在第二 举例来说 他的身体不好 在去年 那个十月份的时候 假如我记得不错 那个 为了蔡英文总统 在助选的时候 他那一天身体不好 自己他带了杨继统 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 一个木盘音乐会 另外呢 今年的1月2号 他在台湾会馆 他也办了一个为台湾的一个早餐祈祷会 他在跟我 我是跟他 我是负责跟他谈医疗治疗的事情 但是他大部分都是跟我谈 是台湾的民主运动 以及陆联合国 就是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他还是念念不忘 那么我怎么会晓得联合国促进会 他在里面有很大的贡献 他担任执行长 也是他在病中告诉我的 那么现在呢 就请台湾会馆董事长 您董事长向各位介绍 沈培志先生对台美社区的贡献 各位观众 今天不管你认不认识沈培志 那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 这位沈培志先生 是我们台美社区的一个奇才 他离开了我们以后 我们回想他的过去 我们真的非常的怀念他 那沈培志先生 他在这个社区服务的方面是蛮多的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这个社区一般是 有的人点子很多 但是执行力不够 有的人没有什么点子 但是很会做事情 在沈培志是很难得这个社区里面 监济这两点都具有的特色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那我认识沈培志先生是 从2000年 就是第二次台湾总统大型的时候 才认识他 因为当时2000年 懂电脑的人不多 而且阿扁进行总统后援会需要一些资料 都是他来帮忙 那时候可能会用中文写电脑的也不多 所以他几乎所有这个文书方面都是他来帮忙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他 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我讲一个他的故事 他在美国以后 他就喜欢一个女孩子 所以他们就是 他就跟他结婚了 然后结婚以后就可以去申请利卡 然后在移民官的时候 就是要去 去办那个 因为他可以办Green Card 那移民官问他说你是不是 因为你要得到绿卡才跟这个女孩子结婚 他认为他是对对他 最人格最大的羞辱 他走出去了 他为了他的Green Card 也是suffer很久 为了他的身份 不过到了后来也是有处理好 不过他为了他的在美国 就变成不合法 变成不合法的停留 多奋斗了十几年 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很强 他的Dignity 所以不懂别人来怀疑他 他就是这么有骨气的人 当然他在台美社区里面所做的贡献 你现在回想起来 这是太多了 我简单就讲几项好了 从跟台湾比较有关系 就是他曾经做过我们这边 盛东同乡会的会长 而且他也当过民进党 海外党部办公室主任 他做了蛮多年 应该做了六年有 而且只要他来做事情 大概从头到尾他全部处理得很好 跟他做事情你会觉得很轻松 因为他能力很好 点子又多 半奖活动都相当的成功 不过现在大家回想起来 比较大家记忆犹新的 现在大家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奇才 有几个活动 我留了一些那是活动的相片 你们可以从影片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国境议的时候 社区都有一个大游行 然后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哈岗 哈仙拉海 有一个很大的蛮大的游行 来介绍就是也是庆祝美国国庆 那也是来宣扬各族裔的 不同的介绍不同的族裔 然后他点子蛮多的 他找出所有美国五十周的周期 浩浩荡荡荡的 就是那个阵容之浩大 结果那 这个都有评分的 那一年 有那个 他那一年可能是圣东同学会找 他参与这一次美国国庆的 哈岗的游行得到第一名 哇这个大家记忆多游行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更特别的 这个可能可能有可能 大概不会再发生了 就是中国当时他不希望看到 台湾走向独立这条路线 所以发布了大家都很清楚 叫做反反国家分裂法 就是你如果有企图分裂这个国家 不跟中国统一 他就可以用武力拿你 这当然是很 完全没有尊重这个民主机制的 一个法律 不过就是中国他所定的 所以当时候不仅是在台湾 在海外也掀起了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抗争的活动 然后审判就几乎就是 整个活动后面的一个 一个灵魂 他来策略 来设计整个整个游行 他花了蛮多的时间 做了一辆坦克车 因为大家 他点子蛮多的 因为他 一般的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就是说在六四中间 杀了蛮多的无辜的人 而且当时候大家最明显就是那个 坦克车 档克车那一个人跑出来 挡在坦克车前面 来宣誓说要用 不要用鼓励要用和平的事情来解决事情 所以他用那个 他自己用木材 还有那个一些板子 做了一个蛮大的 坦克车 我想有参加那一支游行在台湾 在南加州也是一个很大的盛会 就在洛杉矶那个联邦大厦前面 做一个很盛大的游行 然后就拖着那个 他所做的坦克车去游行 然后到了最后 大家把那个坦克车的水 把它打坏 象征着说 用武力来恐吓人民是不对的 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两个活动 大家都对他的能力 就是就是很配合他的能力 那他平常 一般的活动 像那个台湾传统中每一年 台湾传统说他 如果他参与那一年 就活动都办得特别好 那 什么是 刚刚马牧师这主持人刚刚讲的 他到了最后 他一直在关心台湾 虽然他的肺病已经到了后期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生 他的肺脏 到了后来 功能大概也剩不到 百分之二十 他真的是随时都在为了空气 在搏斗 但是他一直在观念的 这个台湾的事情 而且他一直 他也自己认为说 他生命并不是剩下很长 他要把握最后的时间 来做多一点的贡献 所以当时他身体也不好 他还想争取两个职位 一个就是 美西党部的主委 另外一个他还 他还参加了我现在的台湾会馆的董事 所以他 我们现在这边纪念他 就是主要是怀念他以外 就是说 有这种人才 任何人 不管你认识他 不认识他 要赶佩他这种精神 人生有限 像沈美之先生到了人生 他最后连 他得到氧气 让他有足够的氧气 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奢侈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就是勉励所有的台美人 大家就是 希望 能精神能够下滑 我们在7月27号 过世的沈美之先生 我觉得是满 就是我们今天来谈 审美之先生是最大的意义 是 是 那么 梁慧大您是不是要加一句 我 是不是 哦 我就是觉得 沈美之离开我们 是台湾人的社团最大的损失 那他的精神没有事 他带动的 精神的活动 所谓的 有关台湾 为了台湾好 更好 台湾 民主独立的国家 这种意志 不只是台美人的社团 连台湾都被感动 所以 很多年轻人 跟台美这方面的活动 念念不忘 沈培志的做法 好 期待 这种精神 能够永远 留存在台湾人心中 继续努力 使台湾变成真正 他期待的一个民主独立 如近年和国的国家 对 陈会长 您还有 他做的事情实在 多对实在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现在用到 可能过得比较自然 好吗 你如果不正宁 不正宁 是 是 我开始做的 七年活动 老实说 我 好像当时做的 便会长 其实 我很多 他都很尊重 所以 他都先想有一些 program 想好后 跟我参照 说 会长 我们来做什么 你听得懂 所以我非常非常 他这种 刚才 李明师来说 电子 有行动 有行动力力 还很坚持 有的人说 他很坚持 但是 他想要做的 但是 他非常坚持 这点 我非常 欣赏他 也佩服他 这个机会 今天 我们的纪念 这个flag 有几行 我们共事务当中 他和我 在共同做的 我们共同推动的 一些事情 来向 鄉亲 报告一下 我都知道 这个flag 这个审核 怎么要 疼台湾 怎么要 用行动 不是用嘴 用行动 怎么要 要来 关心台湾的监督 我来说 两三个人 这段时间 我说更简单 有一间 譬如说 尤其 枯金山浮游 这段时间 国民党 一定都 不买 枯金山浮游 的事 定在 高科书 他都 所以 老人 他去这些少年 的学生 不知道说 台湾在这个国际上 有这个枯金山浮游 这个枯金山浮游 这个枯金山浮游 可以 就是 这个枯金台湾的文明 所以 有哪 真关心这些事情 我去是两千块四年 尤其 那一位行政委员 他带一团 在东南美封门的时候 有来南加州 在这夕门 有一栽棋 他邀请 所有南加州社团的代表 那个早餐会 我哪去参加 所以 我就跟这个 富兰国 有参加 他跟我做一些建议 我在那 早餐会 我问三个问题 我问这个 一些经济中的三个问题 这可以说起来 就是 我哪里 想说 富兰国的典子 我去国 我就是 最后 我没说 OK 联合国的台北 台湾 在后面都放在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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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 外交部 我们都没有帮助 他说他不知道 这个事情 我说 中国 那些港湾 在印度 巴西 的国会 去选择 经济 台湾 选择 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说 台湾政府 哪里都没有帮 没有帮 没有帮 他也说他不知道 他回来 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非常关心的 就是 台湾 台湾 国民政府 在强调 说 用法 民国 拿台湾 是经济 开禄 我说 一派 扶送 何北共 在哪里 古今 所谓的事情 这是 教育 这是台湾 的 教科书 看不到 因为国民政府 不敢当出来 我问有些人 议長 我说 你接政已经四年了 到现在第四年了 是要做 教科书 这个事情 你怎么办 他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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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回去 要做教育 报告 他派 那时候 教育 部长 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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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来这些 跟台北人说这些事情 像这个 这有哪儿算是说 做 Franco的电视 还有一件 他去设计台湾 油票 在这里设计台湾 在这里引出来 引出来 后 我拿回台湾 去设计 这些事情 我说 民进党政府 有这些事情 中华民国不可以用力 要改台湾 这些电视 这就是我拿 这个Franco拿出来 他不得拿出来 他直接去引 他几万兆的油票 我拿回台湾 去设计台湾 这是一件 还有一件 更大件 就是台湾 跟台湾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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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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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總統,蝦伯,我其實是空氣年 兩千空氣年七月十九 但最近蝦伯去聯合國 他說台灣希望用台灣的名字 跟聯合國 第一次聯合國,連開都不開,北都回來了 還要寫一次去 第二邊,潘基文,民事長 潘基文,你的好朋友 好,他開了信 開了後,一張會答應 答應台灣政府 說聯合國經濟258-2758號決議案 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好,他說 這個事情,台灣還沒反應 美國國務員最反應 那時候,美國有外交交流 在聯合國做復必事長 他知道這個事情是反應國務員 國務員,美國國務員是聯絡 加拿大,英國,日本 日本,澳大利亞跟聯合國 我記得是四五個國 發表聲明 甚至兩倍給潘基文 想說發表公開 說那些日清五百合 是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要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裡面一點都沒有提起台灣 所以跟台灣聯合國 要加入聯合國 完全沒有問題 美國聽得來發聲 所以這件事 可以說是在這裡 成功發動 無法對聯合國 無法對美國的共議 這件事沒這麼大 然後台灣在這個高位設備 民進黨和這個社團 發動這個很大 以來台灣最大的遊行 美國為了要配合那個高位設備 2007、9月8日的遊行 Franklin在這裡辦一個 這個 先辦一個外交 然後又去遊行 我記得那時候 或是那個外交 那時候 九月設備 我先去中國的領事館 去跟市委去空議 他們都關了 都沒有要照顧 九月設備 我在那個橋屋 在羅斯密 那個橋屋什麼館 在那開一個空議會 那裡差不多五六百人參加 這個空議會 之後 又去做 在這個 Worthair 那裡有這個 民邦政府的附近 在那裡辦一個 很大很大的遊行 那時候 大家可以說 差不多兩千人 差不多 我們人家中 可以說 有水來的遊行 人所想的 差不多兩千人 我都煩惱 我都煩惱 你免得去警告 叫那些人 交通裡面 說 匯庁裡面煩惱 我會設法 他去做車 做馬車 然後那些人 空間的人 空間的人 去參加的人 他坐百多次 高雷 去匯庁 去文村 怎麼做得很好 差不多兩千人參加 那些人 就是 考驗 考驗 這個FLAG 它不但有那個靈靈 它有那些集合力 了不起 所以 由我現在講一下 這一點 我們可以了解 說FLAG 它 這就是這個 我應該是這個基材 的 批記有什麼反敗 但是 他的這個靈力 執行的靈力 他的割心 他的那種 PERSISTENT 實在每個人 欽佩 每個人 每個人 數量 今天人 他已經 起床了 但是 我們在記念 我們不懂 不懂 去FLAG 過去在這裡 我當然是說 臺灣 跟聯絡國 這個事情 在社區的活動 在社區 他裡面的公演 非常多 我做一個 說 就是他的 我們的董事 做的在打拼的人 我 今天這時間 心情非常重 我還是要說 我們不懂不記得 海外 台語人 我哪有像這種人 那你 在關心臺灣 關心臺灣的 道理 健康 關心臺灣的 將來 他四十二年 第一 臺灣 絕對不能讓 中國提起 臺灣絕對 要團結一直 不論外生人 什麼臺灣人 什麼人 他就要團結 就保護這個 然後叫我 中國提起 這是他 我 我 最後有去看 他 他 當中 這個 他剛在那個 做ICT出來 我去看 他媽媽 剛在那裡 他還在十四兩兩公 他都叫我 廢店 廢店 現在進店我們專有 臺灣 這裡進店 我說我已經 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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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我們已經 做了 但是我 我還是繼續 跟發趴在鼓勵 也希望我們 在美國 還是要繼續 推動這個 臺灣 臺灣加油聯合國 這個事情 我們絕對不能 放上 我們臺灣 不敢在這個國 我們是一個 很不利 要是這個 危險的處境 所以我們要繼續 打招 大家要繼續 團結 繼續 謝謝 謝謝 陳會長 是的 那 所以各位觀眾 您 您們現在 對沈培志先生 那麼會進一步的了解 最後 那麼 這個結論就是 我在那一天 沈培志的追思儀式上 我是做牧師的 我是我生前 我這一生 我是第一次 我跪下來 我為臺灣國家 整個國家祈禱 為什麼呢 因為沈培志 她 我在過去十個月 那我在照顧她 治病的時候 她要求我幾次 為臺灣告告 好 所以今天 那麼 聽了林隆松董事長 我們就 了解到 沈培志先生 對臺美的社區的貢獻 也從梁振吉會長 也了解了 梁振吉的會長 講得非常的對 沈培志先生 他沒有死 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他現在 他的靈魂在天堂上 他是繼續的為我們臺灣 國家告告 但是我們所有的臺美人士 所有的臺灣的同胞們 必須要繼續 以及所有的 那臺美人士 跟臺灣的下一代 要永永遠遠 要繼承沈培志先生 真正的以生命愛臺灣 也最後 就如同陳隆盧會長那所說的 一定 那今天要為臺灣陸聯合國 繼續打拼下去 好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梁振長 謝謝您董事長 謝謝 謝謝